劇集《法政先锋5》 剧情越来越耐人尘味 剧中有不同的线 都有迂回发展 黄敏逸、蔡杰、洪永成、郑俊云等 这日现身宣传活动 同观众预告剧情发展 又大玩游戏搞气氛 蔡杰早前前遍被山汤的气氛 成为网上热化 更成为网民眼中的 《法政女神》No.1 这日也即场被票损为 《惨情女主角》 多谢大家 多谢 真的 我真是 我觉得 我觉得角色寫得很好 如果是主角 通常又有悲惨的遭遇 大家都会比较容易进入他的世界 所以我都很多谢 趁这个机会多谢监制的导演 大家 和我的好对手 说真的 没有他们每一个一起表演这件事 我觉得我都比较慢热 是呀 很多谢你 祝你这个 班主典礼最后五强吧 好吗 哇 他说你可以这么说 你真是厉害了 当然难忘 去年也很难忘 去年我正在拍《途中》 蔡杰和整班工作人员一起拿蛋糕出来 当然今年也这么快一年 就是要找时间陪陪他 因为可能将来我不在香港 又或者再出去拍摄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他 就是尽量陪伴他多一点 没有吃烫烫烫捕粥饭 有有 他去请我吃饭了 请我吃他最喜欢意大利菜 是 Fred在剧中已经离开大家 但也有现身残场唱主题曲 而Venus和黄宗泽就因为查案而拆出火化 跟他那条线就很明显会拖到最后面 那都会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但是那个就要拭目而待 要多等一会儿 但你那条线就是比较从一而中一点的 就不是像蔡杰那样的 不是 没有他那么好艳福 是 那Fred现在就继续听你的首歌 是啊 希望大家会喜欢 而且我昨晚有看的 我觉得你昨晚做的一场戏 你和评论会很深谱 做得很好 很自然 谢谢 那对于这个班长来 会不会都有信心 可能在奖项上 Venus 会不会都对自己有少少信心呢 没有啊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 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 我真的很享受拍摄的过程 还有到现在作品出来的时候 大家很喜欢 我觉得是令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当然班长典都是这些 那么盛大的盛事 当然会胜装出席去支持 支持好朋友 是 黄庭峰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加入剧组 和孔德燕 邓伊亭等成为同事一起查案 他们的磨合又会发生什么趣事呢 我进了这个法政组 第一天初来报道 我看到Bosco 一来Bosco就叫我做一件大事 很有趣 刚刚我看到 写着我是什么暂停的接班人 对吧 所以我想也有点压力 因为暂停也很厉害的 在那个法政组里面 但我有一个跟他很相似的 就是我会带着那个Gopro到处去拍摄 所以会看到我的特征 我觉得我们经历了很多东西 是不是有拗叫啊 我们经历了一些同事离开 又经历了别人背叛 最后又一次又一次 听到很精彩